几十万亩菠萝连绵成海 村设田径 风车转动 雷州半岛上三面吹来的海风 在这里浮起甜蜜 这里是中国菠萝之乡 湛江徐文 村民罗如花是靠菠萝制服的人 我已经靠这六十五地养和四个小孩 两个在读本科 一年要十万块 大部分盖老房都是靠菠萝 要五六十五地稍息好的话 说不定两年都可以盖的 平日里 罗如花还帮忙打理着弟弟的民宿 菠萝公社 这座由香咸罗章集结乡村振兴帮帮团回乡创立的民宿创意体 以菠萝为媒为乡村振兴添上新风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徐文县年产菠萝超七十万吨 种植面积红 菠萝地海上一袋袋果农靠着一双双手 让菠萝从西汉的柏来品化身徐文的致富国 从小就看到我们家里面种菠萝 可以说我们是苏菠萝长大的 也可以说是我们那个祝福国 乡村振兴国 也是我们的西方国 从田里到家工厂 徐文的菠萝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从单一鲜果发散出了多元产品 很好让世界那些游客 来我们徐文学习我们种菠萝 学习我们怎么去加工 怎么去生产菠萝 谢谢大家